在現在這個娛樂爆炸時代 很多人可能忘了還有一個東西 叫做紅包廠 紅包廠其實它的由來 以前是賣門票賺錢 那他們唱著所謂大陸的小調 或者是這些流行歌曲 讓這些老兵 軍券一解相愁 那老兵軍券為了怎麼樣 我鼓勵你嘛 所以開始會包紅包 給這些演唱的歌手 精心裝扮的林在如蕾掌聲中 奮墨登場 為絢麗的夜晚揭開序幕 西門町獨有的紅包廠文化 就像大時代的縮影 隱藏著產業變遷史 用鈔票串成的紅包彩帶 一圈又一圈掛在歌星的脖子上 客人還把美金黏成紙扇 霸氣雙手奉上 這是1970年紅包廠的黃金時代 那時候客人是列隊送紅包的 我就上台 也不是我所有的歌星 幾乎他擁護的觀眾 只要你上台他就是排隊 每個人就等著送紅包 我就邊跳邊收 這邊來了一個收一個 轉個圈這邊收一個 有時候回過頭這邊 這樣背後我都可以收到紅包 所以很多人就是看我 好像人家台灣話說掛丁 只要遇到歌手的生日慶 過年特別節目 狂熱的粉絲給金條打賞 都不是什麼新鮮事 全盛時期 新門町紅包廠高達20家 探究這個庶民娛樂 蘊含了老兵顛沛流離的鄉愁 民國36年到38年之間 國共內戰的時候 有差不多150萬的 外省級的軍公教人員 跟著國府來到台灣 那麼這150萬的軍公教的人員 來到台灣以後 就是一年又一年 一天又一天 結果一直沒有辦法反攻大陸 沒有辦法回去自己的家鄉 他們就會很想念自己的家鄉的親人 也很想念自己的朋友 政府就有意開一扇窗 開放一些娛樂事業 可以讓大家來參與 人民的情緒需要出口 1961年由鄭商名流鄭祖光等三人 成立全台第一家國志斌大歌廳 高級的音響燈光碎化 再加上群星會的歌手齊聚 讓歌廳每天高朋滿座 國志斌賺錢 你到最後跑去開六幅歌廳 就很像戲院 一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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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有一個架子 放一個茶杯 然後服務生 你是在門口買票 一張票我印象中 好像不要50塊還是100塊 你買了票進來 然後服務生幫你倒一杯茶 在旁邊 鼎盛時期 鄭祖光在新門町連開三家歌廳 女兒鄭茵茵在耳濡目染之下 也走進這個行業 與歌廳結下一生的緣分 那時候為了一條 我看上一條吊帶裙 毛線的 然後我爸就說 好啊 如果你上台唱一首歌 我就去幫你買那條裙子 我真的上台了 那條裙子是我的 第一個誘惑 然後我爸把我放到中間 你看多自私 還幫我娶六幅公主 你看她 這個叫內舉不必輕 當年歌星與粉絲的距離 就像女神一樣 只能遠觀 不能謝外 就算欣賞 最多只能送花 會演變成給紅包 全是不心插六 送紅包的意義是在說 今天你唱了這首歌 我覺得 我很喜歡 我送你一個紅包 或者是說 你今天的表現很好 我給你一個鼓勵 所有的歌星都卯足全盡了 而且從事業績 還要拼業績 拼業績 然後呢 當時就是有所謂的 茶單制度 就是說 比方說 你今天 比方說 A歌星 A歌星就邀請我 來這邊聽歌 請我來這邊享用 美酒 佳肴 聽歌 所有的帳單呢 都是由A歌星買單 可是因為我們是朋友 我就不好意思讓你破費 這些費用總共是多少 這些費用總共是 四千塊 我就包了四千塊 就是這個費用的四千塊 再加個一千塊五千塊 你唱歌的時候 我就送給你 歌廷提供酒水與餐點 提升顧客消費金額 這種只認紅牌 不認大牌的文化 更讓歌星的表演方式 光速進化 民國八十年以前 周全 姚力 白光 這些人唱的 什麼魂鷹救夢啊 是不是 什麼 什麼王昭君啊 天涯歌女啊 是不是 這些 幾乎都是以上海的 老歌為代表 當時的歌星 真的叫做星 每一個人都必須十八般舞藝 你會唱 會跳 會演戲 而且你要會主持 歌手與粉絲的互動性 越來越高 在紅包廠打滾三十多年的 金子嫣說 歌廷早已成為他第二個家 與觀眾的感情 從朋友升華成為家人 在這裡 其實這裡真的是 就是他們玩 就是我們的親戚朋友 家人的感覺 我們都不分你我 所以當他們走掉的時候 你那種 也是牽腸掛肚 你看了會很痠 有時候常常就看在位子上 就少了這位長輩 那種感受 沒有辦法言語去形容的 很不捨 所以很多歌我現在就已經 都不太敢唱 講到極凍處 金子嫣眼淚再也止不住 與老客人的感情 顯濃於水 但隨著榮民的凋零 社會自由與娛樂多元化 1990年代 紅包廠歌廳泛華落盡 忘到十幾家 大概快 應該十六七家都有了 那一直到現在 慢慢沒落到剩下三家 這實在淘汰也沒辦法 所以就認了 十一年來我的感觸就是 就怕它變成西洋產業 這個不是說哭兩下子 這個西洋產業就不會 就會起死回生 我希望文化局也好 台北市政府也好 都能夠伸出一隻手 從後面幫我們一把 把這個文化繼續持續下去 西門町的紅包廠 見證台灣經濟奇蹟 如今逐一退場 走向沒落成為時代的眼淚 台下觀眾看的不只是表演 而是在吞色的歌聲當中 喚起青春記憶 更尋找他們的春天